不是,你咋不够啊,打扮打扮呢 我还少打扮呢,我觉得我还行 我就看你穿着这些,打扮不起来的了 你看一天四个老太子,穿着气袍乱气袍当衣裳 老头你要求挺高啊,真当自己是皇帝选妃呢 排成一排让你选呢 现在你是相亲,人家虽然没有打扮得多漂亮 但是起码人家很尊重你的来跟你相亲了 咋的,你还想让人家穿个包屯裙跟黑色来相亲啊 你可别瞎想了,这种事我都不敢想你还敢想呢 属实有点被老不孙了啊 而且这老头过分的还不止这一点呢 人家大妈第一次来家嘞 老头是二话不说就开始找毛病 我的天啊,我站在那里都感觉到肝大了 人家老头就是硬气,上怼天,下怼地 中间顺便怼空气,气得我都想上去给他两巴掌 得了,咱好好看视频吧 老刘头72岁丧偶,退休金4100元 话说今天红娘有点唐突了啊 没打招呼就来到了老头家 老头穿这个小背心就出来了 让大爷弄得老脸一红 大爷尴尬地急忙跑屋里换衣服去 摄像机在这拍照呢 这一下不让全国老太太都看见自己在家里多不正经了 换完衣服瞬间变成一个社会老头 那老头也是生怕自己的形象让人家误会 还非要拉拉着红娘到自己的衣柜看看 拉倒吧,你可别掩盖自己的形象了 就刚才穿着小背心出镜的样子啊 反正是晚就不回来了 但是老头可不狠啊 生怕节目播出去 没人来找自己相亲了 非要夸夸自己为人多好 拉倒吧 这不妥妥的逃避责任吗 去单位睡一觉回去了 回去也不哄人 回去也不哄人 直接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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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倒吧 老头你这是哄老爸开心吗 这不妥妥的逃避责任吗 去单位睡一觉回去了 回去也不哄人 直接就问人家还生气不生气了 你这算是哪个哄人啊 就是你前妻好哄 要是现在的老娘子你去哄吧 说出那句话 人家就让你扫地出门了 但是不得不说 老头说的户住户啊 还是不错的 那老头想找啥呀老伴呢 我现在有啥要求呢 你说我跟你说 给我借识多少个的 借识多少个啥的 女的吧 水当叫户的 水当叫户的 大伙懵逼不懵逼 啥叫水当尿裤 那大爷也是怕大家不知道 还专门解释解释 好家伙 这设下小哥可真难受啊 我就是好好工作上个班 这还躺得还中枪啊 出门上个班真不容易啊 这还没给你拍摄多长时间呢 就被老头怼一顿 话说我们这牛仔裤不说多好看 但是也不算太难看了吧 拉倒吧 说了这么多我也没明白 这老头说的水当尿裤啥意思 就是嫌弃人家大妈穿牛仔裤呗 人家穿牛仔裤多时尚呢 人家还没来呢 你就先说这些话 大妈没中招 摄影小伙先中招 那老头还算有点眼力尽 也不敢乱怼小伙子了 毕竟还需要这小伙子 给自己拍的好看点呢 二话不说 直接变脸讨好摄像小哥 拉倒吧 这时候小伙子心里肯定这样想的 你这老头啥意思 刚损完我就开始讨好我 你这是打一巴掌给一颗糖呗 得了吧 我也不吃你那一颗糖 生怕你怎么会再打我一巴掌 老头说了 虽然我的嘴没有啥把门的 说话还比较多 但是我可是刀子嘴豆腐心 对人可好了 他挣多少我不管的那个事 他的钱他管 但是我的钱包 就是我月月给你 给你个千包的 对不对 我给你个千包的 还就得这个呢 对哦 有的那个就是 熟啊什么的 他不认可 他觉得 那你看你来我这 吃我的 住我的 用我的 我还月月给你钱 那我是顾宝盟的 我还是找洗钱 那不行 那你给这一年零花钱 那眼睛开三千开八千 是眼睛事 你那不对 那你不大方的心啊 你就光吃光住啊 白 白家 陪你睡觉啊 那讲不讲理啊 你起码你给你点的零花钱 我最随意的给一千块钱 你就挣三千 我不要 你给我盏子 但是我给你零花钱 好家伙 这老头是真好啊 说的句句在理 对老伴那是大方的不能行 在家里管吃管住 而且每月还给零花钱 这样一对比 上一期呢 抠嗽大爷不就敌人一等了 就大爷能说出这句话 那哎 对人的小毛病就不算是 得了 看看来相信的是哪一大妈吧 宅一花宅家阿姨 宅大妈68岁丧 退休金两千五百元 这大妈一辈子可受了不少苦 当初跟前夫恩爱多美好 可是突如其来的脑梗 让一家人都给拍散了 于是大妈就总结出来这个结论 中国人生命多短 尤其是男的 生命都短了 你看 你现在少多相遇也看到了 女的一点都不吃香 女的多男的少 她就不吃香嘛 女的你就不好找 你男的随便拔了你 你可拉倒吧 虽说中国男性平均寿命 没有女性高 这是事实 但是原因是男性承担的压力太大 容易身体受不了压力而生病 所以寿命才短一点 虽然大妈说的不想被老头挑着相亲 但是内心还是充满对爱情的渴望 还是劈颠劈颠的跟着红娘去相亲了 但是大妈你现在穿的裤子 是不是水当尿裤呢 拉倒吧 管她是不是水当尿裤呢 赶紧去相亲吧 但是刚进屋老头就犯病了 不是 你咋不够 打扮打扮呢 我还少打扮呢 我觉得我还行 我就看你穿着这些 打扮不起来的了 你看电视的 我还穿着气袍乱气袍 当衣裳 干啥呢 老头你犯啥病呢 真当自己是皇帝选妃呢 还非得让人家穿着黑色 穿着气袍来你家里呢 你就肚子像皇帝 其余的哪个皇帝站边呢 那红娘也是明眼人 大妈 其实老头不是在说你 只是在嫌弃你穿的裤子 你瞅瞅你跟摄影小哥 穿的一样的裤子 要我说老头就是诗多 天天都是啥毛病 人家十心十意来你家相亲 你二话不说就开始怼人 你看看让大妈给气的 直接就说了 你这是啥玩意老头 长得跟猪八戒一样 脸上的褶子蚊子都不敢站上去 生怕一个皱眉给腿夹折 我是想找个跟我千夫一样的帅气的 可不想找一头会嗷嗷叫的猪八戒 而且大妈还说了 自己穿衣服时尚不行吗 要是真穿六七十岁老婆子 穿的黑灰色裤子 你是不是得骂死我 大妈气的也放狠话了 能处就好好处 不能处咱俩就好聚好散 那老头就是个老闭灯 水的面子也不给 你也别回来了 我也没看上你 水当尿裤的 还想冲了呢 我就想找个年轻的老伴 不是你这种装年轻的 赶紧滚蛋吧 不想了解 这么干脆 对 阿姨会过日子 然后本分人 我啥也不看 不请我说明阿姨第优点呢 不想看 也许我都没想中 我还提优点 演员不到位 我就不提那个 说都这个岁数 这个岁数我才干啥的 颜值好喽 你天天在这儿躺着 我天天做饭我都干 我就这个性格 就这么是 对 就是就看颜值 对 颜值就是不行 对 我就也不想聊 对 也不想了解 对 就这么干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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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爱呢 说 老头你牛逼 你这真当我们节目组是怨种啊 找一个你不同意 再找一个你还不同意 我真想上去给你俩大耳光子 打完之后 顺便让你那嘴给缝上 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得了 本期视频宣布相亲失败 好了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